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港人有一个新体验,可以在罗湖用八达通买数字人民币卡,消费还有折扣。 另外,美国媒体爆料说台积电在美国建厂遇到很大困难,成本太高,美国人也很难管理,最后可能是台湾输,台积电也输。 美国逼台积电去美国阿里桑那州建厂,预计明年投产,但连美国自己的媒体也暢淡。 纽约时报2月22日发表文章,披露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存在很多隐忧,形容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 纽约时报采访了台积电11个匿名员工,发现企业内部针对美国工厂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 很多员工担心台积电可能偏离研发的重心,潜在的文化冲突也令部分员工不太愿意被公司派到美国。 纽约时报说,这项投资充满考验, 虽然台积电的阿里桑那州新厂,有望协助美国迈向所谓更自给自足的科技未来, 但在部分台积电人士眼中,这项400亿美元的投资是很差的经营决定。 报导缓引业内人士说,从商业角度考虑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完全不合理, 台积电可能是出了政治考虑被逼在美国设厂。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建工厂对台积电或台湾来说的好处都是微乎其微。 台积电在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阿里桑那州首府凤凰城设厂, 最初承诺投资就是120亿美元,但去年12月就加码到400亿美元。 新工厂预计明年头产,第一期计划量产5纳米製程的芯片, 并慢慢推进到4纳米,而第二期计划就是量产目前最先进的3纳米製程芯片, 合计每月的产能可以多达5万片。 但纽约时背直言,无论是高昂的成本,一个管理上的挑战, 都表明台积电已经给这个新项目推入一个很棘手的处境。 上个月在台积电的电话财报会议上, 台积电的管理层透露,因为受人力开支、许可证、合规性和通胀等因素影响, 去美国的建厂的成本至少是台湾的4倍。 之前,台积电实力财务官王仁超就说, 去美国的建厂的投资可能会损害台积电今年的盈利能力。 另外,台积电是海外建厂,意味着要找附近的供应商为凤凰城工厂提供原料、设备和关键的零件, 就在他们放行一个小时以外的阿利桑拿州卡萨格兰德市, 台积电的供应商长春石化都投资了3亿美元建厂。 但据长春石化,阿利桑拿州总经理苏宇宏透露, 他的董事长杨忠希也说,阿利桑拿州工厂的建设成本远远超出客户台积电的预期。 我们开始报价时,台积电和相关工厂负责人就问, 你是不是瘋了?但其实事实就是要收这个钱。 除了成本问题之外,台积电还面临着内部员工的融合挑战。 报道说,部分台积电的工程师反映, 在台湾,工程师工作时间长,周末还要轮班,近乎在公司卖干地去工作。 但这种牺牲,如果叫美国员工做,他们就不会做了。 有些人还去抱怨,美国人太不服管理。 三个培训美国工程师的台积电高管说, 美国员工很难做到标准化的作业。 面对上级日指示,台湾员工不会带移民会照样做, 但美国员工就会向经理提出挑战, 质疑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做。 一个台积电阿里桑莱州工厂的工程师说, 有些美国员工被分到多项任务的时候, 就会表现不佳,有时还会拒绝部分任务, 而不是更加努力完成交办的各种类型任务。 9年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邱维恩就说, 他曾经考虑过加入台积电的美国厂工作, 但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逼要看美国员工擦屁股, 他就失去了兴趣。 他说,精元厂最困难的不是技术, 最难是人事管理。 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最差, 因为美国人是最难管的。 台积电美国厂作为美国总统拜登跨下海口, 培育美国先进芯片制造业的一部分努力。 纽约时报说, 台积电阿里桑莱厂一旦失败, 将会损失惨重。 芯片行业供应链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亚洲, 但台积电就要面对一家没有生产足够可用芯片的美国工厂, 但又投入了大笔资金, 那会得不偿失。 业务人士对台积电在美国建厂也不以为言。 曾经做过技术分析师的私务基金奥克兰资本的董事长杨应超说, 从商业角度考虑, 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完全不合理。 台积电可能是基于政治考虑被逼在美国建厂, 但到目前为止, 凤凰城的项目对台积电, 或者对台湾的好处都是微乎其微。 去美国建厂是美梦, 又是美国恶梦呢? 事实上, 早在20年前, 台积电的第一笔美国投资已为这种做法敲响丧终。 正如台积电创办张忠谋, 去年12月在新厂移基典礼上所分享的经验。 1990年代后期, 台积电曾经进行一项红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 并且在华盛顿州伤害了芯片制药子公司Wolf Attack, 但遭遇了巨额亏损和熟年劳工短缺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后, 台积电只能在建成第一个工厂后, 就叫停整个项目。 回顾张忠谋过去对台积电去美国建厂的说法, 可以说由头到尾都看不出乐观的主调, 甚至有时还带着唱衰的味道。 9年10月, 张忠谋去台湾玉山科技协会20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就说, 迟早的台湾营运是台积电的唯一选择, 美国推动半导体本地制造成本太高, 不可能成功。 当时报的这些报道发布之后, 文化冲突的议题也在台湾网上大量发酵, 有不少网友在讨论区就野鱼, 台路就是赞, 把劳性当成日常的时候真是可悲, 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种以劳性文化自豪的风气? 美国人是其他人可以使用的吗? 你误会了, 这种结果不是早早意料得到吗? 更是由台湾人推测, 美国是要学你的技术, 而不是拼产能, 先将你的技术拿到手之后, 就推翻你, 让美国人自己做回主管了。 可以这样作结, 第一, 台湾要用台积电去美国建厂, 台湾左右都是输, 如果美国工厂成功, 并且美国生产最先进的三纳米制程芯片, 最后就会抢走台湾厂的生意, 台湾会损失大量的GDP。 第二, 更可能的是,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失败, 台积电输大钱, 甚至被韩国三星过了头, 台积电和台湾仍然是相输。 一句话, 如果台湾不是政治上脑, 根本就不应该被台积电去美国建厂, 新加最先进制程的芯片。 另外讲讲, 罗湖首推数字人民币自助发卡机, 随着深港两地呼险全面通关,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就联合香港的八特通公司, 在罗湖首次设立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自助发卡机。 香港居民入境深圳后, 用八特通的APP就可以在自助发卡机上 买一张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用在内地拍卡消费。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是一张卡, 用这张卡在支付机上嘟嘟嘟, 就可以完成支付。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主要是给一些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 底层技术, 是芯片加上NFC, 即近场支付技术。 而今次港人用八特通, 扣买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卡后, 在罗湖支持的硬钱包收款商户, 消费时, 更可以享受罗湖政府给的20%消费补贴, 每人最高的补贴是200元人民币。 今次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发卡机 在深圳的应用是全国首次, 不单止是第一次对跨境的人群发放消费券。 亦是和八特通这种香港主流小康支付工具 深度和合后的数字人民币跨境场景的尝试, 将做一步加强湾区经济的互联互通, 亦做一步试验数字人民币的不同应用。 八特通亦在香港首家提供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支付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另外, 这个服务亦有派消费券的意思, 牢区政府为了吸引更多香港居民, 到深圳消费就借助试验数字人民币的优势, 扮这个数字人民币跨境加联华活动。 据了解, 它会合共送出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 给香港居民和深港两地的家庭起深港消费用。 当中面与香港居民的数字人民币八次消费补贴活动, 合共有5万个名额, 会动从2月22日开始至3月31日为止。 内施验数字人民币的手法认真多样化, 正在一步一步朝向全面推广。 另外, 在石楼台的示范评我会说到, 全球投资者都在找新增长点, 问下一个中国在哪? 但是咨询界的巨头马肯实就说, 下一个中国就在中国了。 欢迎订户到石楼台收看。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